大家好 我是白丁 继续继续娱乐之上 好 今天的钢笔SKB还是一样的 我估计这如果SKB不出钢笔的话 这应该是最后一支买了 因为SKB的钢笔太怎么讲了 怎么讲 主要是最近找不到它的一个什么特色 不是说它钢笔不好 SKB如果真的是一个台湾品牌的话 它跟上温谈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说东西都很实用很实在 但是就是实在到找不到特点 台湾的东西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缺点 当然不是说台湾东西不好 就是太实在了 它艺术性不是特别强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对 当然啊 网友不要炸我 我真是就就这个感觉 个人感觉个人感觉啊 然后是一个F间的一个钢笔 那就是还是一根就非常文具的一根笔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价格有问题吗 反而还是一样就是这个 这样子一个龙骨盒对吧 反正就是对这样子一个东西啊 然后拿起来当时要看 因为很多时候就看一个照片 照片上面它一个怎么讲呢 一个呃 CP值够的话 那我通常都会买回来试一试 这样子 那先量一下一个长度把它 然后再讲为什么买它 好14那相对来讲也是ok 相对中不上不下的一个长度 对拿起来也是偏粗的 好那一个先放一边 呃当时为什么买它对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它是整根都是一个三角的 还真的没买过这样子一根笔 然后我看一下啊插拔的 然后看也是一根偏粗的笔 那像这种形状的话相对来讲 skb的笔还是算是非常有突破的 这点还是给予一定肯定 而且还有什么呢 你看到外面的这个是透明的 然后里面做一个喷沙 也就是说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渐变 像我平常说的呃 我最爱的一根爱笔嘛对吧 adson你看这里黑色 然后渐变到蓝色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渐变啊 也是一种就给人感觉很高级啊 当然这个高级还是差一点 为什么你看这里还是有点那个硬 对吧 对渐变的不是很舒适 这样子一个情况 这边花掉不知道是本身的还是哪个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不知道是本身的还是我弄的啊 反正都行不是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通常做模具有个收缩率的问题 你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像这里 然后这里这样子 它是两块都是抛的 它不是这样子抹慢慢两边两边 然后这样子变很大 然后就它是这里变 然后收 然后就这样懂吗 而不是呃应该是怎么讲 就正常是两个是这样子 慢慢然后放大 然后接一起嘛对吧 它是两个慢慢放大 然后再收一点 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清你看 从这一块你们能看到在这里比较薄 这比较厚啊能看清吧 那我觉得就这一块来讲 那工艺问题的收缩率吗 塑料都会有 那插拔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这个甩甩甩 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我现在看一下啊 但它这个怎么上墨 等一下 哎对 然后也是一样少 嗯呃 算是skb里面我见到的 哦不是之前那个f12的是没有比比夹的 这个也是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吸墨的 让我演我还真的 嗯哼 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吸 哎呦好糗 我第一次看到一根比 我不知道怎么吸墨 哦是这样吗 然后拔吗 好像好像是可以拔出来 但是哇好紧呢 也不能按 但这个有一个东西在这边甩 呃你等一等我去我去看一看 好的呃 不好意思 原来就很简单的 选开 我刚刚不 我刚那只我有一把 然后 然后没想到他扭的时候吗 我现在有给你们看 原来是这样子卡住 所以我就奇怪 为什么扭不开 那说明这个 有点紧啊 真的有点紧 这个 好 那个 哇 这个 好 好略智啊 这感觉这个 呃行 呃还是一样 我们那个 还是要赶紧先上下墨试一试 因为他这个更多是卖一个形体感啊 还是一样的 那个 好 哎 国产钢皮真的崛起了 那怎么看 不过现在其实哪里做都一样 因为 像 就像汽车一样嘛 你即使真的德国制造 也不真 也不就是made in germany 也不是真的是 呃 德国制造 因为很多时候 呃只要是德国那边进口 那就对 反正这个东西 所以 现在来讲不是很靠谱 就这个字 呃好 那一个样 呃 拿一下子 试写 嗯 很不好意思啊 这笔看来 呃你们看 我再甩一下 甩的时候是有水的你们看 但是 好吧 写不出来呢 看这根笔没法评测了啊 看看这根笔是我 啊 破记录了 唯一第一次唯一都一根上不了末 而且对 对 对一根这样子的笔 看来不用试写了 今天的话 这根笔 好的那这样子呢 那它形体上面来讲还是很大突破的 但是 嗯 换我也不会换了 这根笔估计就这么扔掉了 对的 好 那一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那个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分享你们想法 好的 谢谢大家